委内利拉政府8号宣布重新开放 关闭了4个月的哥伦比亚边境桥梁 上百万民众继续涌入哥伦比亚 抢购粮食和药户基本生活物资 不过马杜罗现实开放 在河边界放置巨大的货柜箱 不仅让运送物资的车辆难题进入 民众更是大叹不方便 部分民众纷纷谴责马杜罗 没有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有者还形容马杜罗在总统府 安心进食 但是人民却因为国家政治和经济 双重危机 导致他们要在垃圾堆里头 寻觅食物 生活状况惨不忍睹 今年初美国公开支持反对派领袖 瓜伊多并在哥伦比亚边境 捐赠护资给委内利拉难民 不过马杜罗政府认为 美国假借人道主义援助 均是干据该国内政 因此在2月22号 下令关闭哥伦比亚边界通道 下令关系 北沙愿 下令关系 下令关系